今天要把朱雅虎跟李文中 羈押禁見的相關的條文 是貪污自罪條例裡面的 違背職務收賄罪 兩個都是違背職務收賄罪 一個行賄 一個收賄 那有給才會有收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那麼如果一旦從這兩個人 嘴巴裡面有所突破的話 我問你 我如果是朱雅虎 拿人錢財 與人消債 當董事長的時候一年年薪三百萬 但問題是金華城市 百分之八百四十 兩百多億的利益 那不是我的 我為什麼要為了你去關 沒有必要 李文中也是一樣 李文中雖然身兼很多帳房 錢不是我的 我只是過路財神 有幫你算算 四千三百萬的商伴人在買 上衣的好多人在看 對不對 我沒有 我現在還帶電子交流 現在本來交保而已 兩百萬交保 現在還要去關 對不對 所以他們兩個人會講出什麼東西 才是可怕的 那除此之外 事實上包括這些人 多出來 昨天多出來這八名被告 大家嚇了一跳 為什麼 原來多出這幾名被告 都是之前沒有曝光的 這才可怕 為什麼 標示在對相關的金流的部分 已經有所進展 在金流的部分流向是流到哪裡哪裡 也有所進展就對了 那當然 今天為什麼把資深的主播 童中白也傳來 因為他是沈村池基金會的秘書長 所以呢 那麼前 我當時我記得 我就說 他任何一個基金會 威京集團的沈慶京 任何一個子公司 孫公司基金會 什麼東西 只要有一筆錢流進去的 木可公司立的系 只要流進去 你忘了木可公司 請問給了 柯文哲 惠君家私人账戶450萬 理由叫蕭向權 授權金 授權金嘛 對不對 最奇怪的是 去領了民眾黨1500萬的授權金 然後木可再把450萬的授權金 再轉進去 柯文哲 你當時你們是在賓什麼 對不對 當然針對這個 雙黃唱雙黃的 黃珊珊跟黃國昌 他們都有一套解釋 但現在呢 顯然 顯然 那麼 這個映小威對不對 映小威應該是在第二階段 840%的時候 介入的 各位也不要忘記 請問一下 當時這個映小威 總共收得多少的這個匯款 4740萬 我跟你說 就算這4740萬 是所謂的相關的這個公關費 對不對 本來大家 如果只給映小威一個人太多了 如果要給所有的人太少 所以這筆錢的流向 我相信也一定都傳來 你看他後來把他男朋友 又傳了再問一次嘛 所以你就知道了 所以包括他現在的貼身秘書跟這個等於說陳文忠 各位請問一下 柯文哲有說實話嗎 桃朱隱元他去了幾次 沒有呢 桃朱隱元他從頭到尾都說他只去一次是選完了以後 然後這個沈靜靜為了慰勞他 去嘛選前人家我告訴你啦 在偵辦你柯文哲的時候 早就已經掌握你 九月三十號的時候呢 在競選期間在選總統的時候 你進出逃出遠遠所有的科學激政 包括會客紀錄 包括你的影像紀錄 包括你的大哥大基地台的紀錄 你在那邊留多久 那個大哥大基地台 你不動的話 通通有紀錄 早就掉到了 但瑞德哥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看喔 那個時候沈靜靜說他是要慰繞柯文哲 你看你這張照片2020年拍的 通常會拿自拍棒的 我們都是叫 我不想站在最前面 你去拿自拍棒站在最前面 那小人才會站在最前面呢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金華城拿到建造的隔天 台北市長柯文哲 跟其他有拿到標案的 有拿到台北市政府 其他標案的這些政商民由 就出現在動工典禮上面了 而且你看 黃大洲200 大家還記得嗎 雖然黃大洲他太太說 他們沒有拿錢 可是Excel裡面是有他200的這個數據 我相信很多只要有金流的人 都會被至少會用證人的名義傳 那麼除此之外 在這邊也跟大家預告 下個禮拜 Koen的太太陳佩琪 也會第二度的被傳訊 你確定了 不是我確定 不是我確定 而是他傳訊了以後 到底身分還是證人嗎 那我們拭目以待 下個禮拜的偵辦進度 所以陳佩琪之後如果被傳的話 這個身分可能不只是證人而已嗎 好 剛剛瑞德哥說 下禮拜可能還有更新會開花結果 但要請教到蘇培 因為今天四叉貓爆了一個很有趣的料 什麼樣的料呢 我們大家說金華城到底要怎麼樣給柯文哲錢 之前大家猜了老半天 現在看起來金流是有三塊 其中一大塊大家就懷疑是政治現金的部分 今天四叉貓找出來一個數據 就是金華城裡面很多人很多人很多員工都有捐給誰 柯文哲三十萬 三十萬剛好什麼數字呢 一年政治捐款上限的最高金額 怎麼那麼剛好都是三十萬 這一些都是有記名的 金華城員工這麼笨嗎 我都捐給他三十萬這樣都被記錄了 而且算一算已經有七個人 現在四叉貓找出來七個人 七個三十萬已經是兩百一十萬了 所以這個有沒有有趣超有趣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有趣的時間 捐款的時間在什麼時間 在2020年的3月24號到3月26號 也是便當會的時候 3月10號便當會 3月17號金華城寫了陳情書給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交辦給都發局 都發局的局長還網上簽成 柯文哲在4月6號正式要求 這個都發局把金華城的案子送到都委會 還有這張照片的時候 對而且那個時間大家還記得嗎 柯文哲要求黃錦茂 必須要在11天內 把金華城這個案子送到都委會去做討論 有沒有 就多過這個時間啊 就是3月24號到3月26號 所以柯文哲一邊交辦都發局 緊速辦理 加緊速度辦理的時候 另外一方面 金華城也有沒有加速辦理 有啊 加速捐錢啊 加速金錢辦理 通常這種金主啊 一定不會只有捐一次嘛 通常這種如果是長期的金主 一定都捐很多處啊 都捐很多次 可是你知道嗎 四叉貓去查了 昨天被被檢連約談的 這一些跟金華城有關的這些同仁 這些工作人員 金華城的工作人員 包含我們剛剛講的 童中白捐了30萬 陳俊源也是這個 金華城的把務經理也捐30萬 黃淑文是金華城的財務捐30萬 洪秀鳳是金華租任的負責人也捐30萬 張志成是監察人 洪秀桃是監察人 劉子安是捐察人 全部都捐了 這個裡面都是 已經是被告的身分了 對 都捐一半 都是一半捐 就是我那一年可以捐最多 給民眾黨捐多少 我就全部都捐30萬 就直接乖乖捐30萬 老闆叫我捐難道我就捐嗎 還是我就喜歡柯文哲 我就想捐嘛 老闆給他的錢啊 因為柯文哲那時候 還沒有那麼厲害 他這一次選舉 總統選舉的時候比較厲害 知道要抽 要把它分成一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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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還可以立民啦 十萬沒有辦法立民 有進步 有進步是不是 是啦 所以這一件事情把大家 這個對價關係有沒有連起來 有啊 我一方面要求黃淑冒加速辦理 一方面我另外收受 金華城的捐款政治現金 另外還有一筆錢 大家忘記了嗎 在那個同一個時間點 佩奇幹嘛 佩奇在ATM存錢 存了多少錢 存了一百五十七萬 有沒有 有耶 六百多萬在這個所謂的便當會到 這個都發局重新簽合決行的 那一件那個時間點 三月十號到四月十四號 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陳佩奇 全都要攏來攏去 一百五十七萬 也是在ATM滷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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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一百五十七萬 加上金華城這七個同仁所捐的兩百一十萬 加起來就三百六十七萬 這是有紀錄的 沒有紀錄的到底還有多少 所以我覺得今天4X貓的爆料 加上之前鏡週刊爆料陳佩奇在ATM存款 這些時間剛好就是金華城 重新借由便當會跟柯文哲陳情之後 交辦給都發局重新送到都委會的時間 這有沒有對價 是不是一邊收錢一邊辦事 這確實我覺得難怪這些人 會被列為被告 所以金華城有沒有金流 有沒有對價 看來是有了 黃國昌老師所期待的事情 總算發生 現在不知道國昌老師會不會顫抖 總算不是在空轉的 國昌老師轉出來了 回來了 我要當主席的機會又來了 國昌預報Part2可以出版了 國昌預報Part2 那個寫真集要重新再拍一次 要拍玉樹林風俊俏的臉龐 好 再請教小平哥 你看這個錢剛好就集中在二零二零年的三月二十四號到二十六號 這個便當會期間 如果說我們一併呢 想要給這個柯文哲 想要捐給民眾黨 每個人都捐三十萬 剛好七個人 有這麼剛好嗎 而且之前不是說選錢啊 這個政治獻金嘛 三個月兩億元 那你就覺得很奇怪啊 兩億元這個錢怎麼來的 九九九九還沒有查出來哦 那是不是都透過這樣的方式咧 應該這樣講啊 就是沈靜靜是不見兔子不殺鷹 對 就他平常很小氣 可是刀口頭上他就很大方 剛剛簡書北有講的嘛 你看只要你做任何貢獻他們夫妻他就給錢 那你一定要做到什麼貢獻他才會給這一筆啊 那個那個電影單會三場弄下來 有個初步可以送到都委會的時候 他就給了一百一百五十 對啊 很重要 一百五十七萬啊 那後來準用都更又給了四百六十萬 我回想一下 陳親文交辦十一天要回復的那個時間啊 我覺得他才會蠻好賺的 才幾個便當會 大家還可以有便當私 我就可以拿到四百多萬 便當今天空的 你覺得幾百億 不是真的是便當 你看這個便當會 那大家就說了 你每個人可以拿三十萬 這個錢就這樣送進來了嗎 透過員工的方式 那就是審慶金給的 那這個算是錢金的部分嗎 而且我跟你講 這些人被叫去對不對 一定講實話 你有沒有捐 沒有 沒有 那誰給你的錢 審慶金給我的錢 捐的時間太危險你知道嗎 怎麼會洗衷他這兩天啊 如果是2024捐的話 2023捐就算了 2020沒有選舉 他沒選總統 所以他捐給民眾黨啊 不對嘛 可是民眾黨是假的 會不會假的打臉嘛 其實就是為了 就是剛剛那個簡直會講 那個跟那個 通過什麼契合嘛 你覺得第一個 人證是很重要的 錢是審慶金出的對不對 他的系統出的 然後人證說 你喜歡民眾黨嗎 他說沒有啊 那為什麼要捐他 老闆叫我捐的 那有沒有選舉沒有 多危險的這個 2020捐 又做了一些幫 進化成的事 一步一步在走 比2023 24年捐 危險有多少啊 可是意思 因為捐了政治現金 這幾個人就變成被告嗎 還是還有其他的部分啊 所以我跟你講 他們能用的人頭全用 這些都高幹嘛 童中白這些人捐30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吳明 就是那些小兵啊 可能科長啊 那些就捐99999 然後實在太多了 那等神經金的錢 從 朱雅虎或誰給了這個 或是神經金給了阿伯 有沒有那個2億 突然那個1.8億那個錢 那就只能用吳明示作 所以我跟你講 端木正可憐 端木正是看賬 不是作賬 因為他第一個被犧牲嘛 每個月領7萬塊 短時間裡面 Key in多少個筆啊 幾萬筆的數字 所以你看 你就看到先後順序嘛 多勤勞啊 怎麼會是 端木正算出一張嘴的小塵 他的助手 所以我真想把這一集的 那個通告費捐個小塵 要給他買明目地黃環 眼睛都快 NONO 眼睛會瞎掉 七八萬眼睛會瞎掉 好 再回來 你看喔 有一句話叫做 這個生命成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有故 兩者皆可貢 你看他那個沈立信沒有關 沒有老當益狀 七十五六歲 可是沒有關以前 帶梅去澳門 然後一關之後都尿袋 所以被關起來很苦 你知道是不是 這只是跟我們講一個 那柯文哲 關之前都擺頭髮 關出來 那不一樣 變黑髮 那不一樣 那沈慶經 沒有梅會掛掉 沒有梅會掛掉 柯文哲 沒有自由 柯文哲亞斯伯格鎮 進入自己 柯文哲進去以後 為什麼他適合關 你知道嗎 他適合關 沒有陳佩琪可以打擾 第一個陳佩琪一直煩 沒有陳佩琪勾手 然後 請不要陷入人家婚姻 進去 就是好像下那個象棋 他現在進去很開心 陳佩琪在那邊煩 那個噪音聽不到 然後又跟 又跟簡鈴這樣鬥法 很快樂你知道嗎 他覺得他在鬥你知道 跟下棋一樣 所以他 所以你看 古時候 古時候他的體質DNA 跟古時候那個 五指虛有沒有 適合背關 那個過招關 頭髮都白了 那淨土層頭髮都黑了 兩個 所以大家現在有傳言說 他是故意染白的 你們以前看到他 沒有沒有 正常白 他沒有很白 他半白了 頭髮變黑就厲害 所以現在因為快樂 打通任督而賣頭髮都黑了 那你意思要關久一點 不要這麼壞心 趕快認認出來 來判輕一點 因為這個最真太明顯 這個這一條就十幾年 我問你 兩個月押一次他要押到什麼 真的跟那個豬雅虎一樣 出來唱春夏秋冬了 關一年 但是小明我問一下 那如果說這幾個人 只拿了這個三十萬 捐了政治現金就變被告 應該不只那麼簡單吧 你看三十萬這兩百十萬 比之前的錢還少 也沒有多少錢 這我算是錢金的部分嗎 他這個三十萬進入那個系統 那所謂的系統 就是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那個時候幫他做了什麼 很多年段 只要一筆就可以定罪了 就搞定了 就這個錢一定他不會 這個這個我補償錢 查金流你錢哪裡來的 我覺得這七個人的這七筆錢 被四叉貓查的 這是因為那時候柯文哲跟審慶金 應該還不太熟的時候 所以就先說 我真的喔 你幫我辦事 我是會想辦法的 之後熟了 這些東西可能就不在了 台面下 就是在USB裡面的 審慶金小審一五零 不是我跟你講 二零一七就熟了 三九二給五六零就熟了 對不對 人多嘴宅 可比在二零一七五月三號 寫那個東西 就行政流程就給他過 三九二變五六零 可是二零二零年 那是從五六零 要再變八四零 那真的是違法違規 違法違規的這個部分 這個審慶金 先用這樣子的方式 告訴柯文哲說 我是會真的請同仁幫你捐款的 不會讓你這個辦事 沒有錢的 這個先打好關係 好 所以請教一下易善哥 所以昨天我們看到一個人很奇怪 許甫 突然神色緊張 他跑去這個廉政署 大家以為他被約談了 因為昨天下午的節目 我還以為怕被約談 後來發現沒有 沒有被約談你幹嘛去 你是因為陳文中被問了 你很緊張 然後說你趕快跟去 李文中也被問了很緊張 你才趕快跟去嗎 還是說還有其他貓膩呢 因為他說你去送資料 現在在比孝順的時候 你送什麼資料 你真的要來送資料嗎 他去幹嘛 對 許甫不是去送資料 就是小弟的工作嘛 小弟的工作跟車手的工作 剛才講的這些其實都叫車手 為什麼被告 因為其實跟他們無關 這集團滿大力的 包含朱雅虎跟李文中 都只是車手 朱雅虎行賄罪 他的錢哪裡來 朱雅虎自己頒錢給李文中嗎 怎麼可能 李文中又不是市長 又可以蓋印 我一年才七月一而已 我要行賄給李文中 所以絕對不是所謂的 朱雅虎跟李文中之間嘛 而是他們背後的那個老闆嘛 他們只是車手的工作 而這些所謂的員工 剛才講到 四叉貓都已經丟出資料嘛 這些人在2020年就開始捐嘛 都是車手工作 把錢洗進民眾黨的黨部嘛 那2024年有沒有車手工作 有啊 四叉貓之前也踢爆過啊 陳志涵是不是也回捐薪水 很多的員工都回捐薪水喔 這些員工回捐的薪水 是真的有捐嗎 一樣嘛 所以為什麼許甫開始緊張呢 因為這些人 金華城的車手被抓出來了 那總部有沒有車手 李文中這邊的車手 如果也被列為被告 他要不要緊張 那當然要緊張嘛 所以這些事情 未來都會越來越清楚 可是許甫現在還沒被傳耶 會不會他可能只是 真的去關心而已啊 是車手的身分嗎 關心 他關心這些人的目的是什麼 他真的去送資料嗎 難道是送那個 他被錄音說木可公公公司 那個說 不行不行不行 他不能送這些資料 對 他不會去送這個資料 所以他關心的原因 是對代表他們緊張 那代表他們緊張 是不是他們同樣扮演了 類似這些金華城員工的角色 金華城員工叫捐進去嘛 而他們叫做迴捐嘛 一樣是捐進去 而這些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把所謂的金華城 給柯文哲的相關的行為的金額 洗到所謂的幾個單位 包含總部 黨部 包含所謂的眾望基金會 木肯公關公司 這些東西都成為 洗錢的一個單位平台而已 最後回流到為什麼說陳佩琪 才是關鍵 因為最後回流到誰身上 回流到柯文哲身上 而陳佩琪就是所有網的最終端 所有這些平台進去之後 回到叫做陳佩琪的身上 所以至少我們可以看到的證據 叫木肯公關公司 有給權利盡450萬 給柯文哲的帳戶嘛 為什麼要這麼洗 最後是回到陳佩琪身上 可是你看剛剛瑞德哥有說 陳佩琪有沒有可能在下禮拜被傳 那被傳之後 他的身分可能會被轉為被告 這是很有可能的 但佩琪有說過 沒有啦 跟柯文哲只要講到錢 他就名叫澳公公 臭嘟嘟這樣 錢是我在管的 他說柯文哲不管USB 那些小事情 可是他現在退休了 退休之後有時間 這點我先補充一下 我們家的錢也是我太太管的 不過我還是有嘗試把錢 第一個私房錢他一定不知道 我不覺得陳佩琪擁有所有的金額 他只是小錢 說真的他管大錢阿伯自己管 阿伯怎麼可能去ATM 所以我還是勸陳佩琪 這些錢都 你也是公務人員 你最近才剛退休 你昨天才剛退休 所以你公務人員的不當所得 你必須交代清楚 我覺得阿伯根本就不愛陳佩琪 如果他沒有交代清楚 他自己都有事 但是他如果是說柯文哲叫我去處理的 那就全部都是柯文哲的事 那不叫污點證 這個叫事實 你只要陳述事實 這些事情就不會惹到陳佩琪身上 說真的我希望陳佩琪 好好照顧三個小孩 因為柯文哲接下來會怎樣 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說小孩小孩可能也有事情 沒錯 小孩都可能被柯文哲利用變成是海外賬戶洗錢的一部分 對 這個也是為什麼他三個小孩到現在都還不回來原因 好 所以你看除了金華城北市科 現在傳輸的這個第一與國市長 可能也會有這個議會調查小組 也要來好好的討論一下了 但不要請教冠年 因為冠年之前是柯市府的這個都根規劃師 那你看到這個部分 北市科這個案子裡面很多人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就是說市長室的四個人 好就是四個人就這樣談一談嘛 北市科的案子就這樣喬定了 裡面的這個前秘書長陳志明 他到現在還在幫柯文哲講話 這個人的角色也很幽默 對啊 陳志明為什麼今天出來講話 因為每一次 陳志明先待過財政局局長 然後後來當秘書長 所以他又自己又是資訊專長 這個是完全切合柯文哲喜愛的人才的重點 又搞財務的又搞資訊的 我們就不說他中間有什麼圍標 二零二零年 我們看到誰在民眾黨不分區名單裡面 就是吳欣營 那如果當所比方說有五個人要標 然後五個人都出價 可是經過訪標以後 大家就知道 這個吳欣營 星光仁壽本來就是這個民眾黨的 他跟柯文哲關係很好 那是不是就相對的勸退其他人 就是說吳欣營 他就是在民眾黨的名單裡面 那我們自己就會覺得 其他要標的人就會覺得 那可能就是他拿去或什麼 雖然沒有對價關係 可是就會讓其他人心生膽怯 或是不想投標 可是你看你那時候是在北市府 當都更規劃師 那個時候都更 柯文哲的標準跟第二任任期 有很大的不一樣嗎 就不一樣 比方說金仁寶已經標了T16 那以市政府來說 T16標了 最好是他已經開工 然後有一點出現以後T17 18再拿出來標 那時候價格會比較高 可是又在二零二一疫情的時候 然後大家條件很不好 然後拿不出錢的時候 你原本要在那個時候標 其實對市政府就是很大很大的不利 因為金仁寶已經標了 你至少等他動工 或是等他開工 等他落成 那T17 18就會被帶動起來 那這個時候標是最好 為什麼那時候條件又不好 又少人來投標 然後重點你又是瓜田裡下 吳欣寅在你的民眾黨的部分區名單裡面 然後你還要這樣標 這個所有東西又起人意動 那你看啊 現在柯文哲面臨到 會不會再被嚴壓的問題 那會不會這個一出來之後呢 因為是金華城的部分出來 被起訴或什麼之類的 北市科的案子隔天又進去了 也是有可能的 很清楚 而且北市科的 因為北市科 現在看起來還沒開始談嘛 北市科所有的會議紀錄 或是都是在程會上決定的 他並沒有經過都委會這個防火槍 所以很直接的就是柯文哲自己指揮 不過我補充一下啦 這個產發局的同仁 最近也開始在被連檢調查了 就是有關於北市科的案子 所以北市科的案子 並不是沒有調查 是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沒有空轉 是非常積極的在轉 國昌老師 國昌老師 沒有在空轉 我們現在北市科的案子要再繼續 小明哥 雨果市場的部分 也要開始了對不對 你們現在北市也要組成會議小組了嗎 要弄一個小組 對 這個 雨果市場也是很危險你知道嗎 因為他創了一個中華民國 以前綁標就黑道來 拿槍比你多 你拿手槍 我拿衝鋒槍 也給你錢 黑道也不是只有槍可以解決 那給你錢多少利率 其實三十趴總利率 五加標 四加退 我一個人然後送單子是假的 標單 可是這個就是創個什麼記錄 那個是黑道做法 這是白道的做法 這是官商勾結的做法 然後就是簡樓發包 那邊黃昌根基都比較強 弄到誰敢 弄到會賠錢 我就不來了嘛 而且還跟人家簽個約說 這個我五十億會後補給你 這用什麼約啊這種 那這一票跟這個進華城的案子 又再勾起來 這個案子有無限延伸 對 而且又同一個老闆 中公 威精 都是你們 其實他們用的手法後面陳志明 他們都會出一些主意 不管是簡樓發包 在北農改建案 不管是在那個 剛剛冠連講的 因為他把它岔開的話 他標十七十八 就比較難標的 弄在一起標 然後就變成大家 才團分身法術 用各種手法 反正都是綁標的手法 那手法的巧妙各有不同 好 再回到北農改建 他也會搞民粹 一邊發動在地的議員說 里長說一直來罵市政府 我跟你講我們要一個好的市場 然後那邊的自知會啊什麼 就趕快改建了什麼 我們太舊了五十年 那一方面就讓他社會輿論壓力出來 他就簡樓發包 其實你柯文子也是很聰明 在機車上插旗 綁部條掛手板 罷免謝國良文宣全副武裝 因為機樓罷免團體 二十八號下午號召車隊遊行 十月十三 公民集車車隊 約四十台車浩浩蕩蕩 從基隆火車站出發 一路途徑慶安宮仁愛市場海洋廣場 經過基隆市政府時 更特意放慢速度 就是要讓謝國良聽到公民心聲 罷免車隊遊行路徑 行遍基隆大街小巷 猶如另類嘉年華 還有外地人特地來共襄盛職 柴良團體痛疲謝國良無行市政 而適逢九二八教師節 季孔活動 也是副市長邱佩玲代為出席 距離罷免投票日進入最後倒數 柴良團體冒足全力催落去 謝國良是否能力挽狂瀾 就看他能拿出多少誠意 基隆恐龍AR生態園區 相約抵視營運 不少人吸加代券前來 不過近期民進黨 基隆市議員鄭文廷 卻指控游客中心是大違建 質疑市長謝國良 圖利廠商 鄭文廷按鈴提告 指控AR生態園區 市營運工地未以為離 區隔遊客動線 電源不法亂接 千萬預算用限制性招標 8月15號決標 廠商得標 但被爆出這時候 根本還沒確定土地使用權 在8月7號廠商就開始對外宣傳 這時候根本還沒正式決標 市營運期間延長到 罷免投票日後的10月底 才開始收費 也被認為實在搶救 罷免選情 今年在5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陸續跟海科館簽訂了 合作意向書 跟8月份完成的土地使用協議書 市府表示 招標評選到決標 一切依法採購 而海科館土地使用 則是在決標前 8月13號就辦理契約簽訂程序 並非先決標 才取得海科館同意 反駁議員質疑 民眾則是快等不及 紛紛敲碗 什麼時候才能十隻恐龍 一起出現拍個過癮 當事早就要好好做 你怎麼每天跟人家報告好消息 結果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什麼一下就剪頭髮 一下子壞眼鏡 關市民什麼事 我們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現在大家說 謝國良需要擔心嗎 今天這個是霸梁團體 發動了車掃 那麼今天要在基隆 走透透 來發動這個 罷免謝國良的行動 好 今天的進展如何 因為這幾天 大家也說謝國良勘災的時候 也不是很認真 好像早上到市府 到中午之後 還參加一個婦女會活動 到下午才去勘災 勘災的時候 還在婦女會活動說 我請了兩個小時的假 我去剪了一個頭髮 我剪了一個頭髮 需要跟大家說嗎 這有關市民的事情嗎 事實上 謝國良在下個月 十月十三號罷免的 等於說命運 其實決定在他自己的嘴巴上面 你可以發現 他的那個習慣又來了 他嘴巴又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又開始大聲了 又開始講這個 又開始講這個 罷免我就是 就是什麼大罷免槽的開始 把帶子拖下水 沒有錯 然後呢 又開始說一大堆就對了 那你不要忘記了 基隆的公車到現在 是不是都已經沒有拋錨了 還在啊 基隆的公車還在 那他的 拋錨那是十幾年的 不是 五到七年的 問題是 十幾年來沒有 那時候沒有天天見新聞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基隆的人工草皮 我也不知道他 謝國良到底有什麼草皮 他非常喜歡 喜歡人工草皮 這大概到底是為什麼 我都搞不清楚 你知道嗎 然後這些事情 他後來我還想一包 不是那個 有關於電動車有沒有 電動車 如果罷免了電動車就沒有了 所以他太真棒的話 你不要忘記 整個國民黨 從整個卓民黨的力量 再幫他 我要是謝國良 我什麼都不會講 慢慢的低調做人 好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浩函 因為我覺得很好奇的是 因為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謝國良不是都去火車站嗎 我一人站了一個禮拜 六點多就起床 謝謝啊 謝謝請支持謝國良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發傳單 勘災的時候 你怎麼不見人影呢 你怎麼也沒有六點說 我就在這邊 拍一張照片很好 放在臉書上 也讓大家知道說 你有在做事啊 就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不是說你換眼鏡 就說你剪頭髮 這個相對差異很大嘛 其實我要剛才 呼應瑞德剛才講 為什麼謝國良 現在最近又開始 管不住他的嘴 因為其實大家 地方就在傳 因為他非常有信心 這一次的罷免案 絕對不會過 不是非常有信心 你就低調一點 我就有信心到最後嘛 你幹嘛又有信心 又出來講話呢 重點是他這個人的個性 就不是這樣啊 你看每次只要 我覺得風聲一過了之後 你看謝國良突然就會冒出一句話 兩句話 然後來彰顯說 自己我現在已經沒有問題了 但其實最近 大家都知道 其實全台灣開始下雨嘛 然後尤其基隆是最近的開始淹水的一個狀況 那就謝國良居然在淹水的第一個時間 他回家 從晚上就連到早上九點 這個基隆是大風大雨的時期 甚至在基隆開始淹水的時候 結果這個人躲在家裡 就隔天早上 他居然還去參加所謂的一個顧量的行動 甚至剛才就冒出他最經典的一句話 我還請了兩個小時的假 我去剪頭髮 然後結果下一句他講說 其實基隆的雨也沒有很大 這個叫做基隆雨不大嗎 這個叫基隆沒有災情嘛 這整個淹到整個南農路上面 都已經淹得滿滿滿了 甚至他隔天去勘災的時候 我們還接到地方民眾來講 他就只關心這幾家 不是 那他沒去剪頭髮 都剪法 理髮師跟他說 對不起我們這邊淹水 外面水淹得那麼大 不 care 他剪頭髮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又凸顯了 謝國良一件事情 他根本對於基隆市政 尤其是民眾他現在受苦受難 他完全沒有同理心 那除了淹水這件事情以外 基隆最近又爆出了另外一個 非常大的 可能是接下來 還有圖利的一個問題 基隆現在在北寧路 是在曹青公園 謝國良一直很驕傲的說 我種了一個恐龍園區出來 結果在這個恐龍園區出來的時候 東間發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園區 明明都還沒有開始進行委外的工作 結果甚至是說 連這個廠商都還沒公告說 你得標了 結果這廠商居然在前一個禮拜 就在台北市來進行所謂的 投放廣告的一個宣傳 那除了這件事情以外 當然現在市府一定會講說 這符合行政的程序 但是更大問題在後面 這一間廠商 在沒有像市府 請領任何建造的狀況 你說那是廠商嗎 廠商 他廠商怎麼在鐵皮屋裡面 直接在曹青公園 蓋起了一個鐵皮屋 直接蓋起來 連任何執照都沒有的狀況之下 就蓋起來了 最近颱風要來了 如果這個建物 因為颱風的關係 導致了民眾受傷受害的時候 誰要去負起這個責任 對 十月之後 等到罷糧結束了之後 你要收費再收費 真的喔 就現在又免費了 那第一個 另外一件事情 同時 因為這個廠商的鐵皮屋 還沒蓋好 他沒有辦法 這是他廠商的商業設施的行為裡面 這是裡面來的時候 他要賣東西的 所以可能就是要配合 這個廠商的一個違建的一個私作 然後再加上罷糧的這件事情 把這個廠商的整個市營運的期間 繼續拉長 讓民眾來說 今天參與說 我覺得這個地方好像做得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的 其實對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已經完全的 符合這個土地廠商的一個嫌疑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 在這個禮拜 我們要特別到基隆地院 去按鈴告發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這件事情再成立的話 這算是謝國良在他任內裡面 有第三件被講是土地的案件 好 菜養團體在今天進行車掃 要來罷免謝國良行動 那十月十三號就要投票了 那謝國良這幾天動作也很多 包括就上了這個網路節目 就開始講說如果我輸的話 國民黨的大罷免潮可能要開始了 通常國民黨列委都沒有人 get到這個消息 沒有想到一個人get到這個消息 誰呢 羅庭偉 為什麼他get到這個消息 因為前幾天不是藍白 聯手拒審了總預算案嗎 結果有人投反對票 有人投贈成票 羅庭偉投什麼票呢 棄權 有人說你連假裝去上個廁所 也不會嗎 你怎麼這麼高興 是太老實還是太菜了呢 好 請教我一字歌 我看羅庭偉這三天也是乖乖的 前幾天三天之前跟大家道歉 因為這個棄權的部分 但是今天也是po了一個教師節快樂 哇 現在對台中來講 很多人說會不會盧秀燕盧媽媽 會感覺到面子刮不住呢 但羅庭偉一個人這樣子 是影響到他自己 還是影響到整個台中 羅庭偉他說 他這陣子是因為被綠營霸凌 霸凌到他在那一天程序委員會 十七個人裡面他必須要投棄權票 這個局他有在算 但是他還算不上了 你想想看羅庭偉他之前 更早之前 很年輕的時候二十五歲 他是跟我們那個反服貌在一起 而且是那個時候我們林教授 當市長的時候是青年議會的主要幹部 後來因為在籃裡面什麼機會 跳到綠營來 說實在他嘴很漂亮 人家也算不錯 但是有這個問題來了 這個小孩子 那時候年輕的時候心機就很重 這次發現這個事情 你知道嗎 包括來年來說 這個人好像抗頭撞磨 不知道收什麼 第一句 抗頭撞磨 背骨仔的意思 再來說 我們要講背骨 背骨是這樣 背骨只有分兩個原則 一個叫做零次 一個叫無數次 所以他從綠營變藍營 這是白色的 包括台東市主委就說 這個你也很陷 你把大家會心理 說你做不中 怎麼說怎麼說得很難 來年自己講說 這個不停權怎麼行 如何尬壞小孩子 羅天偉他這次的行為之後 我們可以台中的地區的 就是中西東南區 那區就是第六區中西東南區 應該那些人也準備說 可能因為我們在F3 勉強加一位顏寬恆的話 F3裡面我剛講到三位 第一個籌問值最高就是他 因為他的選區比較綠 他這次算是小贏一點點而已 一萬五千票也沒錢 這是盧修為甚麼跟F3稍微保持距離 因為這一兩個月台中太多事情了 今天要錄你們 為了你們節目放棄在台中看F1 F3也很多看法 還有我們最近不是交通問題嗎 公車 校車 公車 校車 還有什麼進展還有人 變服飾的 跳來的 盧修為本身是媒體人 他很會知道說媒體的操作 去年五月中旬我們終結不是發生 那個終結被那個某建設公司的卡掉掉下來 新聞一禮拜就沒有這樣 你看多厲害 那這一些負面的新聞 盧修彥盧媽媽很會操作 很會把他淡化 要跟F3 尤其羅廷文卡在一起 本來是乾媽媽 盧媽媽帶著這些小孩子 你們這位是負面的 我將來要選當主席 來要選後代的惡靈 惡靈的總統 我怎麼可以跟你卡著會 先切好 先切好 保持距離 明哲保身 解放軍大外宣 每個鏡頭完美無瑕 但有些狀況只包不住火 外媒高度關注 華爾街日報率先披露 中國新型攻擊潛艦 今年春天在長江沉沒 是解放軍軍事現代化進程的一大挫敗 衛星影像顯示 3月時建造中的核潛艦 仍停在港口 但到6月中下旬出現狀況 從衛星影像來看 疑似進行打撈 事件的確不單純 外媒報道此事由美國國防官員證實 凸顯品管監督嚴重瑕疵 而類似事件還不止一桩 去年也有疑似解放軍 主力兩棲登陸艦 被拍到竄出濃煙 這回外媒踢爆 核潛艦造了一半就沉沒 中國駐美使館 還是一句無可奉告 解放軍潛艦技術和流程 更被打上問號 火箭軍由三支部隊所組成 分別是核飛彈部隊 常規飛彈部隊 與作戰保障部隊 全軍大約有15萬人 但過去有許多風波 讓火箭軍一度蒙成 火箭軍作為中國最新成立軍種 卻讓美國空軍大學 公佈高達255頁研究報告 除了發展歷程外 連基地坐標都完全被公開 上至司令部 下至吹噬班 通通一覽無遺 因此也有人懷疑 火箭軍機密洩漏 全應有內軌 這件事也讓習近平決定清洗火箭軍 作為習家軍與第一任火箭軍司令員 魏鳳和重艦落馬 而除了他之外 接下來分別繼任火箭軍司令員的 周雅寧與李玉超也接連被罷免 現在火箭軍司令不過到第四任 就有三人因貪腐被革職 火箭軍第67基地 如今是中國核武集中地 根據五角大廈2021年預測 解放軍手中核彈頭 恐怕將在2030年突破1000枚 除了核彈頭陸續增加之外 如今中國火箭軍也新持續擴張 在25號跟睽違44年突然試射洲際飛彈 引起外界關注 火箭軍動作頻頻 各類武器層出不窮 恐怕除了炫耀武力 還想牽制美國 完成稱霸太平洋的大夢 國際之間俄羅斯也很有壓力 為什麼呢 它的壓力來源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烏克蘭 所以最近很奇怪的一個國際消息 中俄電台俄羅斯這個末日電台 突然發送暴風雪等等不明的單字 號稱為俄羅斯版的末日電台 所有被毀滅性的核打擊 請教瑞德哥這真的還是假的 什麼叫末日電台不是廣播電台 這末日電台的藝術就是 它會發送一些相關的等於 有一點像測試 還是有一點像警告的字眼就對了 最近又突然間又發送 比如說暴風雪 快活 這很奇怪的單字就對了 它是末日電台是做什麼用的 它假設如果萬一 美國先發制人發射核子武器 把我莫斯科哪裡都斷掉 全部都炸掉的時候 我怎麼辦 因為理論上我要回擊 我沒有回擊的時候要怎麼辦 它會自己決定回擊 有點像是AI那種概念就對了 它會直接打回去就對了 所以發布俄羅斯的媒體 發布了一個核子武器的模擬影片 說如果我丟下了七百五十千噸的核彈 在倫敦英國的話 五公里之內建物全灰 然後幾十萬人 可能八十五萬人會死亡 旁邊的什麼有的 怎麼都沒去就對了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在警告說 英國跟北約你們這裡 不要太提供這些包括暴風影 這些射程好幾百公里的飛彈給烏克蘭的 那這樣的一個動含武器宣傳意味比較大 但是你覺得人家會怕嗎 當然不會怕 拍影片而已 我剛剛已經講了 你丟在我英國倫敦造成八十五萬人死亡 我丟在你莫斯科的話 連普丁都死亡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就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嗆聲 除此之外 中共最近也有一些動作 9月25號的時候火箭軍發射的 外面有人猜是東風四十一 但是更多人猜可能是東風三十一AG的 這個飛彈就對了 重點不在於什麼飛彈 重點在於它發射了一萬兩千 飛行了一萬兩千多公里 然後故意插邊球從菲律賓的 這個島嶼旁邊過 然後再緊接而來 再到這個日本的領海 然後再到這個等於說 號稱 號稱從關島的上空過去就丟了 然後最後說落在派平洋 他們預定的地點 飛了一萬兩千多公里 很開心 你知道為什麼選9月25號嗎 為什麼 因為呢 就在同時 他的遼寧號也出到 也出菲律賓海 然後呢 到這個西太平洋 到今天為止 已經起降四百多航次 日本的智慧隊 替我們計算 因為9月25號就是遼寧號成軍 12週年的紀念 也要一個大外宣 對 還要大外宣 還有為什麼 火箭軍 因為火箭軍 前陣子才被習近平整肅 整肅抓了一大堆 所以貪污虎壞 一塌糊塗 現在意思要我們重建雄風 借這個機會洗白 他們就說 你中國老百姓沒有錢 你這個火箭軍 然後還發射這個 你發射一枚飛彈 老百姓 中國老百姓可以有多少人 有退休金就對了 他不會管這個 為什麼中國跟俄羅斯 要同一天這樣發布 因為這樣恫嚇 他們兩個是一家人 所以你看他們兩個艦隊 在那邊掃來掃去 在日本 我去人太行 中國老共 蓋消息不是新聞 但蓋消息蓋了四個月 壓不住爆出來 那就是新聞 好 我們請教敏煌哥 因為最近這幾天有個新聞就是 中國的核潛艦 五月在武漢沉沒了 五月 現在九月了 怎麼五月的事情 在現在才爆出來 中國有一艘洞四夭 週級的核子攻擊艦 先跟各位說 這個目前在中國 算是高端的 然後很詭異的一點是 過去在造所謂的一個 核子潛艇 通通都是在所謂的大連附近 這是為什麼會到整個武漢去 這個大家也看不懂 因為海水跟整個所謂的淡水 它的浮力它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 請大家先來看一下右邊這邊 右邊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發現 潛艦就在這個地方 潛艦就在這個地方 結果過沒幾天之後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這個畫面就吊詭了 因為這個畫面 當時他把武漢附近 所有的大型的吊船 災難船全部都圍起來 然後港口的附近的話 全部清空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現在就整個所謂的潛艦來說的話 潛艦下潛又上來 這個叫成功的一個任務 但是你下去了上不來 他就變成鐵棺材 那如果下去了 再也沒上來了 那就很麻煩 而且據傳後面 還有一些中國的一個網友 在這兩天他們也說 其實很多的媽媽都在找小孩 他們好多的媽媽說 小朋友去當潛艦兵 當了潛艦兵 正常來說兩個月三個月 要打電話回家報個平安 怎麼現在 他通通都沒有回來 去年八月才發生一次 對沒有錯 所以現在的問題 非常的一個麻煩 因為去年八月也發生過一次 去年八月發生那一次 據傳還更慘 中國其實很多時候 那種潛艦發生什麼事 都是自己造成的 當然我們現在這一艘所謂的 動四腰的潛艦發生什麼事 我們還不知道 但去年八月那個 想不到是被自己人害的 中國他們一直很擔心 包括了日本的潛艦 包括了美國的潛艦 會所謂的趨岸 做整個所謂的偵查 所以他們在海底 盯了非常多的一個 所謂的鐵鏈條 這個鐵鏈條 據傳一條都高達好幾百公尺 一根接著一根 結果想不到沒有圍到日本 跟美國的一個潛艦 居然把自己他們家自己一艘的一個 所謂的洞酒山給困住了 那當初被困住的時候 他們是說他們有放出 所謂的潛艦人員 要去把那個鏈子鋸斷 結果鋸啊鋸的呢 潛艦人員還在鋸 裡面的氧氣不夠了 裡面的氧氣不夠了 所以現在後面怎麼辦呢 所以據傳後面是 他們有把整個潛艦後面把它燒開 進去裡面看 裡面的人全部都自習生亡 這個是非常慘的一件事情 再跟各位說一次 去年的跟今年的這個通通都是所謂的 核子級的一個潛艦 但中國的潛艦出事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2003年這個是非常出名的什麼事件 這個叫361的潛艇事件 中國的潛艇很簡單 中國潛艇三開頭的核子 柴油發電 四開頭的它就是所謂的核子潛艇 那這個361潛艦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 這個是後面361潛艦在整個江澤民的一個時代 後面有做了一個所謂的追思的一個大會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慘 各位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嚴格來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低級的一個錯誤 真的是70名官兵 那個白死了 發生什麼事呢 剛好跟各位說嘛 三字頭的 它是所謂的核子潛艦對不對 核子潛艦跑跑跑 時間點到 它要充電 那充電一般來說的話 比較正常的一個充電 是要浮上來 浮上來充電之後呢 一來可以換氣 然後後面的 因為氧氣進去出來會比較安全 但那個時候呢 他們發生什麼事呢 361潛艦是突然間要充電的過程當中 柴油發電機打開了 打開完之後呢 進氣閥沒有關 然後進氣閥沒有關完之後呢 瞬間整個潛艦裡面的空氣 兩分鐘內 全部被整個所謂的發電機收走 這是人為疏失耶 而且總之兩分鐘就失事了 就很低級的一個錯誤 那各位你去想 我們人一分鐘沒有空氣 就沒有辦法了 他是兩分鐘之內 他們的充電 他們的發電機 把所有的氧氣全部用完 所以上面70名的官兵 瞬間全部罵 對習大了來說呢 這樣的低級失誤 不是應該要做懲處嗎 怎麼是蓋新聞呢 好 請要呈嚴 因為大家想說 中國人民不值錢嘛 公務人員 不是應該要好好開他們一下嗎 罰他們一下嗎 沒有耶 薪水之高的 傳出是人民的43倍 這是什麼樣數字的概念 河南商丘淹水淹了五天 這個新聞才曝光 我們在看這個影片當中 發現了這個河南商丘淹水 然後民眾就拍了一支影片 你看很像汪洋大海對不對 然後如果我們仔細去看鏡頭 才發現說旁邊怎麼出現 車子的測試鏡 原來他是在車上 他在路上開的時候 他拍出去的一個影片 然後這一支影片出來以後 其實官方的態度是什麼 他說這是造謠 可是又有民眾拍 拍了什麼 其實在很多的這個短影音 或者是社群媒體就拍到 民眾的電動車 泡水 甚至玉米田整個淹掉 你知道官方第一時間 還是說是謠言 我給各位看 來你看一下這一張 這上面他直接把 這個人民貼了這些圖 中國大陸的民眾貼了這些圖 他直接蓋一個謠言 而且強調什麼 你不要造謠 你不要信謠 你也不要傳謠 這個訊息是哪裡來的 來注意看一下 這個叫市府 就是互聯網違法不良信息 舉報中心 這是官方的 官方跟你說 這是謠言 我們剛才看的那些影片 是假的嗎 我們剛才看到那些影片 是AI做的嗎 不是啊 都是民眾真實拍下來的影片 你剛才講到的 這個退休金的問題 這個線我看了一下 是叫山東乘武線 這是十大貧困線之一 好那我講一個數字 一般民眾的退休金 一年是兩千一百零一塊錢 OK人民幣 那我們就算出來 在這個線的高幹 退休可以拿多少 平均接近九萬塊人民幣 好 那你說這個數字 好像也沒有很高 好像沒有 可是落差很大啊 好那我那我再給你看一個 這個是平均對不對 我給你看一個這個厲害了 這個這個上面數字是多少 很明顯喔 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二 導播可以幫我 take到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月 人民幣 不好意思 你們不要覺得我們中國大陸 生活水準不好 你覺得我們退休金不高 一個月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二 不好意思喔 每個月喔 換算成台幣是四十萬喔 再來還有一個重點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你看到我領的錢 嗯 我有司機 我有轎車 我住宿可以報 還有業外收入喔 還有業外 對 我算了一下這些錢不得了 隨便算都一個多億 好那我問你喔 民眾怎麼辦 反正你上面也不處理嘛 那你們這些退 高幹的退休人員搞這麼多嗎 既然匡出一個很可怕的產業 未來啦 當然我講 假如你有機會到這個對岸去旅遊的話 你不要想說住很便宜 你就很開心 你要省他的這個住宿費 他要賺你的錢 來 這個是真的實拍的喔 實拍到每個地方都有鏡頭 藏在 我問你啦 我們常講說你要去注意 這藏得很不明顯 我跟你講 不是這個你絕對 你絕對找不到 這個是我刻意的把它 在冷氣管旁邊 你會想到這裡有鏡頭 你會想到這裡有鏡頭 對不對 維斯哥最清楚 我們以前都以為是在鏡子那邊 沒有人現在藏在冷氣那邊 沒有他就藏在冷氣 藏在這種角落 實際上在幹嘛 直播 直播喔 你要小心喔 楚門秀 楚門秀 楚門秀喔 那這個產業 不是某一家民宿喔 是整個黑暗產業店 好恐怖喔 都在進行當中 甚至民宿老闆怎麼樣 我今天經營一段時間以後 我把它賣掉 然後我再經營一間 就把整個產業店播起來 然後他就在統一在中心 在遙控這些已經上傳的這些影片 所以他不是旅館大人 他是直播業者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你就知道說 民眾的生活是有多麼的扭曲啊 好所以你看貧窮限制我的想像 尤其是最近呢 我看完了這個審慶金跟這個柯文哲的故事之後呢 審慶金呢 繼續之前啊 這個帶一百萬港幣出境啊 因為太多了嘛 他說口袋裝不下來 就被扣下來 那審慶金說什麼 小錢 小錢而已啊 真的是小錢嗎 前前後後請司機帶了多少次 四十五次耶 請教敏寬哥 洗錢有這麼樣的easy嗎 還是因為我初出社會我不太懂呢 而且這件事情最吊詭的地方是二零一四年 是審慶金手頭最緊的時候 二零一四年審慶金有借過兩個人的錢 一個是洗米華借了六十億 另外一個他是跟羅麻啦 外號叫羅麻 本名叫林秉文 他也借了二十億 所以為什麼會進進出出 一直在跑澳門 一直在跑香港 這件事情是值得來探討的 根據可以抓到的一個訊息 二零一四年審慶金去澳門 隨身帶著一百萬的一個港幣 就大啦啦的 那時候海關直接把他扣下來 他就說居然不能夠擔這麼多錢 我不知道欸 我就習慣啊 我是好野人啊 對不對 我是威京集團的總裁啊 您相信嗎 我絕對不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判決書當中有說 居然審慶金在半年之內 頻繁的出入境高達四十五次 而且每次都是去澳門 都是去所謂的香港 他其中有一個司機叫王先生 他在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六年 那時候幫他 請各位注意這個時間點 二零一四 他不是總共前前後後借了八十億嗎 對 好 那這位王先生呢 他後面為了一件小事 跟整個審慶金兩邊直接開市 他就說什麼呢 你答應給我三十萬的一個港幣啊 我每天很拼命 據傳他還背大背包 然後還穿大外套 那為什麼你知道嗎 裡面滿滿的全長線 貼在身體裡面 多長錢 全部都長錢喔 他說我拼命啊 冒著被海關抓的一個危險 背了好幾十趟 好幾億的港幣 各位 你去想想看這件事情有多扯 一個時機身上要常常背大包包 要再帶所謂的大長衣 然後呢 要背好幾億的港幣 然後後面跟他說 你不是答應給我三十萬嗎 結果審慶金不給人 也就算了還告人家 不給還告人家 太過分了 然後不給告人家之後 後面才有所謂的案外案 沒有功勞我有苦勞 對後面才有所謂的案外案 但洗錢呢 最厲害的洗錢是誰呢 我們來看喔 前大連市的一個市長 這個叫薄熙來 薄熙來將四百六十六億的一個港幣 分別透過公海賭王旗下的一個賭船 海王星號跟澳門來做洗錢 後面再由英國的商人海伍德幫忙 把這些錢洗到英國跟所謂的美國去喔 結果後面呢 又出現了所謂的案外案 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海伍德啊 因為跟薄熙來 跟他的太太鼓開來非常非常好 他就說你們的錢來得這麼容易 所以那時候呢 幫人家洗錢有水費嘛 所以呢那個時候呢 海伍德據傳要漲價 為了這句漲價 海伍德小命不保 後面被鼓開來 下毒給嚇死了 下毒喔 把他給毒死了 然後後面呢 海伍德被毒死之後呢 整個薄洗錢的行徑才曝光嘛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國際才盯了這件事情喔 但以澳門洗錢來說的話 澳門洗錢是有很多特別方法的 澳門他們是用籌碼 籌碼是什麼呢 今天喔 我要給舉金一千萬對不對 我就可以說一千萬先給瑞德哥 瑞德哥換成籌碼 然後呢直接轉給舉金 這樣就過去了 那現在還有另外一種喔 另外一種就是 你跟洗米華拿一千萬給他的時候呢 他不是給你一千萬的籌碼 要不然他給你多 他通常你是熟客 會給到一千三百萬到一千四百萬 多出三百萬給你喔 就額外讓你賭嘛 就額外讓你賭 可是這時候呢 這個籌碼不能夠直接換 所以要怎麼辦 要對洗 那對洗怎麼辦呢 很簡單 就一個買多一個買空 所以呢 常見就請人家帶賭 所以在同一個賭桌上面 一個人例如說買多 一個人就買空 然後要把籌碼換回錢 換回錢之後呢 換回正常的籌碼 這個時候也可以換錢 目前中國的VIP集有八萬多人 每個人有五千萬的港幣的一個額度 所以這加起來 各位整整就有試照 這當中就有試照 然後後面呢 還有更新的一個 所謂的洗錢的一個方法 怎麼洗錢呢 投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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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投資電影更好洗喔 很多黑社會 很多大官 就把錢說 我要做投資電影 投資電影完之後呢 片子隨便拍拍就好了 因為重點不在這邊 重點是後面的票房灌水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